一艘菲律宾民间组织的补给船正在发送燃料与食物给菲律宾渔民 镜头一转不远处就有大陆船只在跟肩 另一边菲律宾志工在海上投放 写有西菲律宾海是我的字样的浮标 飞国民众这些动作全是为了宣示海上主权 这是在中国大陆控制的南海黄岩岛附近 菲律宾民间组织组成这是我们的联盟 号召100艘渔船200名志工和100名渔夫 有5艘主船带领一行人浩浩荡荡 目标是要冲进黄岩岛12海里内的周边海域 菲律宾当局甚至派出3艘海警船 确保菲律宾民众安全 大陆当局则宣称他们派出19艘船舰进行贺阻 还四度以广播宣示主权 飞防出尔反尔倒打一耙 恰恰证明其在人爱交问题上背心弃矣 是侵权挑衅的一方 陆美表示飞防渔船距离黄岩岛 还有50海里见到大陆执法人员就草草收场 和飞国的说法完全不一样 凸显南海纷争正在加剧 而同样在西太平洋 美国部署于日本横虚赫基地的核动力航空母舰雷根号 在16号结束任务起承反美 接下来将迎来航空母舰的真空时期 不过今年下半年航空母舰乔治华胜号会结棒 继续驻访日本深锁第一岛链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